这黄昏珠终于要面试了 少将军您尽管举牌 银票 管够 小布 二少爷 你也来了 今天感觉你不太一样 格外地漂亮 多谢二少爷 真是到哪儿都能碰见二少爷啊 大哥来得了 我就来不了吗 听闻黄昏珠要拍卖了 所以我便让少将军 带我来开开眼 其 撒娇 祖祖 谁不明白谁 当然 黄昏珠 不 我们势在必得 大家都到了呀 布姐姐 小薄荷 今天的黄昏珠啊 可是压重些 对 前面啊 就让那些阴阴艳艳 自相残杀就好 然后我们就搏最后一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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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将军 我们该进场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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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烂招都使得出来 希望小薄荷 用直男儿腿 早点离开莫府 好 走 走吧 我们也进去吧 怎么了 哥哥说他也要来 但是不见他人 要不进去再等 嗯 好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 俊宝斋第156次 都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派人 带着招菜在门口守着 下面进行 沈一到 我马上让招菜上去试试 再去确认一下 免得有所遗漏 是一支 云并花盐金布窑 收藏价值极高 尤其是在场的诸位公子 可谓是绝佳聘礼 起拍价五十辆银子 一百两 这位公子出价一百两 少将军 你看这个布窑 像不像你母亲 赠予我的那一支 一百两第一次 一百两 我出二百两 二百两第一次 二百两第二次 二百两第三次 成交 恭喜我们的少将军 小宝贺 现在可不是生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越高兴 男人就越慌问 来 勾起嘴角 笑 少将军 你能帮我插上吗 好 好看啊 姑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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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 黄魂珠 此黄魂珠乃是吸收了天地精华 日月灵气的天外陨石 这是 起拍价五百两 五百两 五百两 这起拍价这么高兽 这可真实实啊 反正也没咱们什么事啊 也埋不起 我出一千两 一千两第一次 急什么 先下看看 一千二百两 一千五百两 一千六百两 一千七百两 不是 我是有我 还有要出价的吗 我出两千两 两千两第一次 三千两 三千两 我们的景阳侯出价三千两 还有比这更高的吗 没有再比这高的了吧 三千两第一次 四千两 大叔 四千两 四千两 四千两第一次 四千两第二次 四千两第三次 成交 恭喜我们的莫釜二少爷 喜得此珠 恭喜啊 好可惜 我们也是有幸能看到的 我们也是有幸能看到的 人都不见 子墨兄别来无恙 是要将军死为何意 我之前一直在想 为何子墨兄的失踪 会和魂珠联系得如此紧密 后来我发现 子墨兄说过的话 虽然天衣无缝 但你忘记了一点 那就是你对魂珠的执念 请问子墨兄 为何要小薄荷 找我讨回魂珠 我说过 是出于对天下其实的兴趣 是吗 是吗 赵将军莫要见怪 我和小薄荷 自幼病和各种小动物相处 这狗狗格外亲近我 实属正常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子墨兄可听说过熟乎 未曾听闻 我一直想送你一个礼物 我一直想送你一个礼物 但是都没有想好要送什么 今日有幸拍的这个黄昏珠 最特别的礼物 就送给最特别的人吧 最特别的人 小薄荷 你对我来说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人 从小我都不曾和大哥争过什么 但是这一次为了你 我愿意试一试 儿少爷 你风度翩翩 温文尔雅 我一直都觉得 只有这世上一等一的女子 才能配得上如此完美的你 我并不完美 只是因为你 我才想变得完美 我才想变得完美 从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喜欢上你了 只是 我一直没有勇气 和你表达这份案 小薄荷 我最该做的事 也是早该做的事 就是亲口和你说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儿少爷 谢谢你的坦诚 但是我不能接受 因为我心里 除了莫羞染 已经容不下任何人了 虽然 他性情古怪 缺点一落筐 但我还是放不下的 我早就猜到了是这样的答案 但是我心中仍旧抱着一丝希望 希望时间能停留在 我们看花灯的那一刻 希望我能早在大哥之前认识你 希望你的心中 有一个部分是属于我的 我心中有一个部分是属于我的 现在你灭掉了我心中最后的火光 我反倒如是中逢 当然 我也并不后悔拍下这颗黄昏珠 小薄荷 这黄昏珠你拿着 就当是好朋友送你的 不必了 二少爷 这黄昏珠 是假的